好換練習講看看 呃等一下要幫我複習一下什麼 Welcome back to wholesome Welcome back to wholesome time 然後we are CDN OK好 耶 現在是重新了嗎 我覺得他講的沒有比較好 我沒有跟他練習了 然後再一次 最開始了是不是 我已經在錄了啊 我已經在錄了啊 我剛剛只是在電視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笑 我就是要錄一個講的很爛的 你很奇怪欸 我剛剛是在練習 那要再一次嗎 算了 下次再一次 不用啦不用再一次啦 我們自然有一天會講的很順的好不好 好笑 OK 我沒有看到你那個部落格啊 你那個部落格要幹嘛 哦對 我用念了我用念了好不好 哦好啊 就是這是我一個嗯 八年前寫的一個blog 嗯哼 那八年前是可能大一還大二吧 嗯 然後這個blog的title叫wrong way 錯的方向 嗯 好開始 想要擁有怎樣的人生 這個念頭幾乎是每天都會面對的 遇見很厲害的人 看見很嚮往的事物 想到很好的idea 讓我每天總會有改變的機會跟動機 然而我卻在每一天的最後一秒 後悔今天不夠認真的去活 赫然發現最近的我一直routine式的過著日子 作業實驗上課 心靈疲倦釋懷 again and again 每天都累積著後悔 每天都想改變一點 像是每天自己debug自己的一個robot I'm a piece of metal yet nothing leafly to happen to myself I mean I thought life is more than this 我不像個享受人生的人 我不像個沒有煩惱的人 反而少了自己的想法與生活 每天擔心的是趕不上別人 而不是今天是否快樂 so wrong 你們聽完你們覺得怎樣 我覺得你很勇敢敢念這麼羞恥的文章 要是我一定不敢念 我會覺得好糗 你真的是很破壞氣氛的 我自己念完我覺得文筆很好 你還蠻好寫的 還蠻感人的很真誠 Sircle的反應好好笑 要是我一定唸到一半 我就會笑出來 我受不了 我扛不住 你寫的是很好 可是就是 如果是我寫的 我會不好意思唸 就是很有勇氣 因為是八年前寫的 八年前什麼時候 剛剛正常問大學 大學 我自己才大一大二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我看到我就 也忘了自己曾經寫過這個 嗯 然後可是我也覺得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自己很有想法 就是我在process我 我遇到的事情 那其實我最近 那篇文章也很fit 我最近遇到的事情 然後我就在想 欸 為什麼我八年來都沒有進步呢 我現在也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每天也都在反省自己 每天都有機會改變 那有的時候也會蠻多煩惱 嗯哼 可是我現在 我處在這個的 我處在這種 同樣的情況之下 我反而沒有去 一個機會去 reflect on this situation 我甚至沒有能力去 把這個 現在的自己的處境 寫上一篇文章 我覺得我現在也 我就忘了 我就已經很習慣了 就覺得這是everyday life 可是在八年前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 我反而會去注意到自己的處境 而且我有辦法寫下來 把情況描述得很個人也很具體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就讓我有點 有一點心思吧 你反而又再檢討一次欸 對啊對啊 我就覺得 其實我看到我以前的文章 我覺得 嗯 我很 很慶幸我那時候我寫 然後我現在也看到我覺得 嗯 我提醒到我自己 然後我自己也會去想一些事情 那你提醒到自己什麼 就是如果 嗯 就我今天 我今天也在看一個 一篇文章 我這個文章 我之後可能也會拿來當一天的subject來講 就是他來講 First Principle First Principle 就是 一個Elon Musk 他很常會用來想事情的一個準則 嗯 那其中一點就是 你一直以來的認知 還有你一直認為是對的事情 那是你的你的經驗讓它塑造在你的腦裡面 嗯 那那你那些經驗都會有一個起始點 就是你去想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了 那這過程的邏輯還有最後你得到的經驗 嗯 那這個經驗這個教訓就會留在你的腦海裡 那下次你遇到的時候 因為 腦其實是很 很消耗人體能量的一個器官 腦小小的 可是它消耗著你全身上下15%的能量 嗯 所以說你遇到新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腦內如果有一個solution 你通常會直接拿來用 而不是 從頭開始在想你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樣比較省力 嗯 那我就覺得那如果我這八年來 我一直用腦中的那個東西去思考所有事情 或是我一直用我腦中那個既有的 方式在過生活 那我這已經花了八年事情都不會有改變 所以 我自己是認為我應該要捨去掉很多東西 而且我要把很多事情 重新think about 我不能再 我最大最大的想法是我不能再 活在 害怕裡面 我不能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以為 我可能不知道的這個常規則 或是我不做某件事情來達到 嗯 達到something 我會很慘或是失去什麼 我應該 我應該要更勇敢的去 自己去define一些事情 嗯 就比方說 我最近在思考的就是工作 嗯 那就一直想說 啊其實 也有很想做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呢 那大家也都是說 啊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子 嗯 你就一邊工作嘛 啊你有想看到什麼東西 再做就好了 那可是我覺得 人的時間跟精力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不可能永遠都是 一手抓著一個東西 另外一手要去拿 我覺得有想要什麼 何不全力以赴 所以我現在的concept 是我比較接近是 一旦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要 全力的專心去做 我辭職的也沒關係 因為 其實我自己對自己是有自信的 我覺得我 我的實力 根本不怕沒有工作 所以也不用因為 要保有一份工作 保有一個薪水 就因為我很幸運啊 我不用擔心太多 因為 我家人不會 expect我需要給他們錢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貸款的壓力 這是 I'm very lucky to have this 那我就更應該要 不畏懼事情的 自以為會有的後果 而捆綁住自己去追尋更多機會的 那 很值得的 很值得的 的一個機會 這是我自己的reflection 那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想要的那個life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在技術這一塊 還有很多東西是我很感興趣的 可是 因為平常碰不太到 所以 我也沒有時間去 真的把那塊補起來 那 我想要把 那幾塊 技術面的事情補起來 那我就會覺得 I'm ready to go for the next step 然後 next step 我就會去想要找一個 自己很認同的產品 去加入那間公司 然後想辦法 跟更多更厲害的人一起工作 然後一起學 學到更多事情 然後在 在這個世界上 有更大的影響力 那這個是 這是工作面 那個人面就是 其實我自己 自己健康上 我也覺得沒有做到很好 一直以來想要的身材 也沒有辦法全力去達到 那不論是吃東西啊 或是訓練 或是睡眠 然後 還有自己對 自己對藝術的渴望也是很高 就是覺得 畫畫或是音樂 都想追的 追的 的高度 然後 我會覺得 如果有一段時間 我能夠好好的 把該做的事情都定下來 就像Circle講 因為有一個東西是習慣 你有那個習慣 你就會有那個momentum 去往前持續的做某件事情 因為我們 我們都錄過好多集Podcast 我們有這個習慣 而且我們也差不多知道 怎麼掌控這個事情 這個momentum 它就會一直下去 那我們如果都不要放棄 就像一個腳踏車 你一開始踩 用力才動得了 可是你開始動了 你就知道怎麼動 那你追蹤可以騎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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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滿會講的欸 你說服我了 我不要 我不要買房子了欸 我是對的 那你要幹嘛 結果呢 你要投資自己什麼 我還沒想好 可是我覺得我是對的 我好棒 哈哈哈哈 這到底有什麼關聯性啊 哈哈 其實我也覺得你是對的 我會覺得你 你也不是會錯的 哈哈哈 欸 可是 為什麼都會 我想要問你 我想要問你 那個 你覺得 你覺得說身材沒有達標 會不會是你工作上看到太多猛男照 我造成的錯 哈哈哈 欸 這個真的會 因為我就覺得 What the heck 哈哈哈 他們是 他們真的練的超猛 然後那種 那種猛度是 你真的要投進 非常人 很多時間在gym 然後你要吃的很對 你要 一定要有自己的廚房 你那個 那個是外食達不到的 你一定是自己煮 啊 They are like a fucking beast 好不好 真的真的真的 我會覺得 你是不是有一點悲 特別錯誤的影響 呵呵 大部分人類不是長那樣 哈哈哈 這 而且 我那天去健身 我每一次去 我都是裡面最瘦的 然後偶爾 偶爾看到一個 小小胖弟走過來 我就說 Oh thanks 有人跟我在同一個陣線上 蛤 哈哈哈 全部人都超級壯的 就 哈哈哈 Oh my god 好笑 所以這追求很壯 然後 就是很有muscle這樣子 追求 追求線條吧 哦 而且 不想要自己 腰啊 手臂上 有 墜肉這樣子 哇 那真的是蠻 蠻有要求的 哈哈哈 而且你知道 同志的世界 他們就算胖 也有分胖的好看的 哈哈 呵呵 呵呵 各種不同的美這樣子 對啊 太難啦 太難啦 就自己想要變成自己 覺得好看的樣子 嗯 那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的樣子 你有 欸 Nathy你有玩過SimCity嗎 哦 有 有 好像曾經 一版還是二版 反正很舊的時候吧 就是有一個人 他每天要 就是 他就可以做他的生活 這樣是不是 對 就是 他就是你 你嘛 然後你可以控制他 對對對 嗯 那玩那個遊戲 通常一開始都花很多時間 在把自己捏成 你覺得好看的樣子 蛤 我好像沒有欸 還是你那個版本 你那個版本可能 我那個版本還不能捏 哈哈哈 太古老 你的身材 身高 體重 然後還有眼睛 眼睛的顏色 那個頭髮的樣子 沒有 那時候 我玩的那時候就是那個人 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只能幾塊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好像可以選他 要住怎麼樣的房子 房子吧 還是什麼 他就是每天要幹嘛吧 對啊 然後現在要去什麼 交個花還是什麼 我有點印象模糊 是我朋友在玩 我當然只有 好無聊的遊戲 玩個一兩次而已 小狗你沒有玩過Sim喔 虛擬人生啊 沒有啊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的是什麼 哇 所以那個遊戲是你沒有玩的 可是我玩過 哈哈哈 那個是很經典的耶 我個人不太喜歡養成遊戲 不過我個人不太喜歡養成遊戲 所以你就會困在那個 他到底要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會設定很久 是不是 就是我會設定很久 然後把他設定的是 覺得自己跟自己很像這樣 嗯 而且你知道他那個 他那個是可以連你的聲音 是什麼都可以設定 然後你還可以設定你的個性 然後還有你最喜歡吃的食物是什麼 那都可以設定 那所以你沒有這麼喜歡 那你現在自己的狀態嗎 就是 對啊 完美主義者的宿命 可悲啊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 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 對 我覺得我以前會不行接受 就我總覺得自己好像怎樣怎樣 怎樣 那我現在比較能接受 我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但是就我後來覺得接受之後 好像 就 還比較容易 假設啦 就是我如果自己就是覺得 我最近想要 我想要瘦一點 然後比如說我想要減肥 這件事情好了 然後就是假設設定一個公斤數 覺得我需要下降幾公斤這樣 然後結果我反而可能很難做到 而且 反而不降反升 但我如果說接受好了 我現在就這樣子 然後 可是我就是自己 好我偶爾少吃點啊 或幹嘛的啊 其實我可能 就會維持 或者是反而會降一點 如果沒有壓力太大的話 反而不會怕 只有不會太往上升這樣子 喔 那你這樣子 後來最記得發現 你這個發現就很不科學 真的嗎 很不科學 怎麼說很不科學 你這個發現就是違反了一些 人體的一些科學行為 因為 首先呢 首先很多女生就是只在乎 體重高或低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是體脂 那體脂這部分 就當然不會直接reflect在你身上 因為如果你的肌肉量很高 其實你會變重 你脂肪很少 然後你整個肚子小小的 搞不好你比一個肚子大大的還重 因為肌肉是比較重 那體重 就肌肉比脂肪重 如果同一個體積底下 那肌肉比較重啊 蛋白質是4克啊 4比4比9 沒有沒有 那個是熱量 一公克的脂肪是9大卡 然後一公克的protein是4大卡 那熱量跟重量是沒有關係 因為你想想看 脂肪就是一個puff pus的東西嘛 那肌肉是 很密 很密 它密度比較高 密度問題好 所以 OK 所以你說就是 脂肪應該是 肌肉量變多 脂肪變少 你看起來就會比較瘦這樣子 對意思嗎 對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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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體重無關這樣 沒錯沒錯沒錯 應該是對的吧 因為我有這個運動的時候 體重 體重也比較重 而且還有 而且你如果你肌肉量提升 其實肌肉裡面是可以 有很大的空間 存放水分的 那如果 你肌肉量提升 那你喝的水分足夠的話 其實你身體裡面是很多水 那你就會變特別重 喔 所以很多時候 然後 你一直運動一直運動 那因為你又運動 你又喝很多水 那你去測體重 你就會覺得 oh so frustrated 我變那麼重 其實很多時候 那是水 因為身體是含水 可是我說的不是這樣欸 我說的是就是 我曾經想說 就是因為要收 就是想說 就是 譬如說 不管是體脂或體重 然後我就開始 譬如說限自己的飲食好了 就是 譬如說就是要 只吃什麼 要不要吃太怎麼樣 然後結果 就是那陣子 我可能就反而狂想喝珍珠奶茶 然後結果反而就變胖 結果發覺我不能限制我自己 之類的 oh 就是心理上的不是那個運 不是說就是真的是運動啊怎麼樣之後 然後變得其實就是體重變重 然後 喔我懂你意思 對對對 可是我說的是就是 我反而心理上 當我接受自己這樣子的時候 好像比較 你就會更舒服的去做 對 對對對 做一些 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心理壓力 或者是一些否定 或者是 喔我今天又沒做到這個 我今天又 現在這樣不OK 然後我是不是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嗯 就是 就是 這些東西可能對我自己來講 對我來講 就會 那個心理壓力反而會 對 不容易去執行 對 對 對 就 反而放輕鬆一點 然後好吧 就往這個目標慢慢邁進這樣 或者是 就這樣也沒關係 就是 但你總是會在一個範圍內啦 就是 嗯 欸確實是會這樣子 你一直想要 一直看著一個點 你反而會覺得 嗯哼 會有因為壓力或是說 而且你的壓力可能讓你反而更想吃東西啊 或沒有 那麽想去健身啊 或者壓力反而會讓你覺得 睡不好啊 然後 就睡眠不好 可能也沒有精神 嗯 或者是 對啊 你會覺得你壓力很大嗎 聽起來好像蠻大的欸 嗯 可能體感上沒有 壓力都是自己逼的 對啊 體感上沒有搞不好 可是內心搞不好已經累積一部分 可是 哈哈 嗯哼 自己是覺得沒有很大壓力啊 只是自我要求高了一點 嗯哼 所以你覺得你自我要求高 當然你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是 反正你一定習慣了 對 嗯哼 所以其實沒有覺得很大的壓力 我太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嗯 我們可以 我們現在是一個人想一個subject 嗯哼 那我們也可以 對 我們也可以 一個人 我們一起去讀一個東西 然後是 某一個人感興趣 那我們三個人一起去讀這個material 那我們三個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然後我們可以討論這個東西 那 每次都一個人選 因為我們感興趣的方向也都很diverse 那我們自己的知識量也會提升 就會在各方面 因為我們可能 像Sircle 你就一定不會看Sircle 那Nancy搞不好就會看 那你會因為 我們要去看這個東西 而去看了你平常不會看的東西 那你的想法也會更多元 然後針對一個主題去討論這樣子 然後針對一個主題去討論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而且這樣我們就是 也有點強迫自己閱讀 嗯哼 嗯哼 就等一下每次 就像讀書會這樣子 對對對 好啊 可是這樣你要就是 可能禮拜一就要講 因為我不一定什麼時候 比較好心情看 哈哈哈哈 心情 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當我們的一個子單元 就是我們 我們Holson Time Holson Time是Holson Time 我們就會RunHolson 反正就不用想太多 來就講 然後那個東西可能是 隔雙周 或是一個月一次 我們這個月就好好 process這個 這個Material 然後那個某一天來講這樣 可以啊 OK 那也可以啊 那也蠻好的 Nancy 就是 好啊 不錯喔 欸我們剛剛有討論完什麼嗎 有什麼結論 也不一定要結論 沒關係 哈哈哈 他分享了 他分享了 他寫的 那一篇Vlog 對 其實真的寫滿感人的啊 對啊 就覺得小時候自己好有想法 我自己也看過小時候日記 或寫給什麼什麼的 什麼什麼東西 那你要來念你想 我還沒有這麼勇敢 哈哈 哈哈哈哈 有一個很好笑 我剛才 我那天 反正就是發現了一張自己以前寫的一個什麼 感覺很好笑的東西 哈哈哈哈 什麼情書 我快念 我快念 受不了了 我不是 快念 是 就 我可以講一下這個內容大概是什麼 就是 我弟要進一個就是 私立的國中 然後因為他的國小是在 就是 一個那種 他國小也是撕裂 但是那種 就是 外語的啊 然後比較活潑啊 比較多元啊 然後就是 比較有趣 興趣發展的這種 這種 教育方式這樣 嗯 比較美式這樣 然後他要進的國中 就是一個 以身學為導向的一個國中 這樣子 就是在高雄一個 就是私立國中 然後 然後 居然 我那一張 是 我在他要上學的前一天 我居然自己睡不著 然後睡不著之後 我就 就自己寫了一個 就是 就是我很擔心他 進去之後 的 受到的 教育 就是 會扼殺他的創意 或者是 會怎麼樣怎麼樣的啊 就是 對他這個 教育掌握的擔憂 然後我現在看到我覺得 好笑 所以你是寫給他 還是寫給自己 就是我 我是寫給 我沒有寫給誰 我只是睡不著 然後就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睡不著 就一想說 我地名要去上學 然後 他接下來要在這個環境讀書 會不會 就為了追考試的分數 就變得很 不是他自己 然後因為我知道 他是非常認真 跟 他是很很 也是會很 要求自己的人 所以我就會 擔心他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就是 不是很合適 哦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所以我自己放心不下 然後我就自己睡不著 我就起來寫了之後 然後再寫 寫 寫安慰自己就覺得 雖然我是這樣寫的 可是我其實 對弟弟還是有信心 就是我覺得 他還是可以克服 可是 這也是他的歷練之一 這樣之類的 就是寫了之後 我自己安心睡覺 這樣子 那種 請問你們到底要多擔心自己的弟弟妹妹 太扯了吧 你們到底是什麼了 好好笑 欸超有愛的欸 我的天哪 很好笑 很有關愛 就是 為什麼我從來就沒有這麼關心我的弟弟妹妹過 看來我不是一個好哥哥 不會啊 你這樣也是好哥哥啊 等一下 你跟你弟差幾歲 我說 差9歲 哦 難怪 對啊 所以他 就是 就會從小看他長大 所以他 上國中 應該是 你已經出社會了 對啊 欸我沒有 我應該大學吧 12加9 我應該21 對啊 差不多大學 還在大學 OK 然後 然後我就發覺 欸那其實我那時候 然後 就對教育還蠻有 就是 想法嘛 或者是我會覺得 嗯 教育好像應該想要怎麼樣 就是 我以前沒有這樣想過 對啊 OK 反正蠻沒有 然後你 你寫在一個信上面 然後你有保存起來 我寫在 對 有點像一個信紙上 或者是就是一個筆記本的一頁 嗯 然後 對對對 然後就是搬家 然後什麼時候突然就是 其實翻到 欸而且那個時候就是 我覺得 你寫的那個內容 內容一定超級 就是很Sincere 是啊 就是非常 就是很好笑 欸很好玩欸 真的 看到自己以前寫的某個東西 然後是那時候超級 struggle 或是超級認真的想一件事 對 的那種感覺超 蠻有趣的 因為 現在就已經很沒關係了 對 事過境遷 所以那個時候的煩惱什麼 其實也都多想的 哈哈哈 真的 事過境遷 我弟已經在美國做會計師了 混得比我好 對 沒錯 哈哈哈 應該可能就是 直接 有我幫他就是 先想過沒有 哈哈哈 還有給他各種支持 哈哈哈 哦 妖公欸 你弟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 我後來跟他講 他那時候當然不知道 我後來跟他 我最近有跟他講 就我找到之後 他後來叫我拍照給他看 所以 so cute 對啊 不過他本來就會常常跟我們聊一些他的 感想 還蠻有趣的 嗯 真的 就是也是這種意外發現 可能十年前自己寫的東西 或者是多久前自己寫的 那種認真的聞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自己這時候真的是 哈哈哈 所以我可以懂 你看到你自己那封Vlog的感受 對啊 對 哎我年輕怎麼這麼有心呢 現在就 如果 Circo好難想像 不知道Circo 八年前會寫什麼 Circo你會寫東西 我剛 我剛 我剛超級認真的想要找我以前寫的東西 我什麼都找不到 我找到 哈哈哈 甚至沒有 甚至沒有 我之前不就說了嗎 就是 對啊 那個被我燒掉了 哈哈哈 如果有退回來的東西 就會被我 就會被我摧毀掉 嗯 然後像 部落格那些什麼的 寫的都是那種 喔城市要怎麼寫啊 或什麼的 我唯一有找到的就是以前寫的 現代詩 我捨不得丟 哇你又寫現代詩喔 可是八年前 你們知道嗎 八年前你們東西有電子化嗎 哦你是把我們想的多老 哈哈 沒有啊我八年前就很 barely 欸等一下 哦沒事 八年前應該還沒有到那麼 對啊 說啥呢 我們的八年前跟你的八年前應該是同一個八年前吧 對啊 我們八年前也就是 你應該說我們八歲的時候跟你八歲的事 對對對 多傻的 好好笑 等一下你們大學的時候有Facebook嗎 欸好問題 好像沒有 有 我沒有 你們那時候只有子彤吧 蛤怎麼可能 那個Nancy秘密比我大有啊 對啊 我希望 你大學的時候 你大學的時候沒有嗎 我大學唸比較久啊 我大學的時候還沒有 我記得我是 你大學畢業幾年 我大學畢業是2004 我大三好像就有了欸 嗯 0502 我好像是 07嗎 09 我記得好像078 你是0502 你畢業是09 我2008 畢業啊 所以應該中間有Facebook吧 我好像也有大部分那是 對啊 應該有啦應該有啦 以前是什麼 MSN之類的啦 哈哈哈 對啊 你們有用過MSN嗎 其實我幾次通 有我有用過 你次通我很少用 我 我一開始有用一次MSN 然後後來都是用起司通 真的啊 因為用起司通人比較多喔 對啊 而且interface也比較好用 哦 好比較好用 你們MSN就是一些 自以為很高尚的人用的啦 哈哈哈 幹嘛 騎士 為什麼為什麼 比較商業的人在用 商務人 商務人 一個騎士 真的是一個騎士欸 怎麼這樣 哈哈 好笑 對 這幾次通其實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多久 算比較久了啦 以通訊軟體來說 已經快要 在跟著什麼BBS之類的吧 就是那種黑黑的那個版面的那種 我甚至不知道你說那是什麼 就是跟那個P什麼PPT PTT PTT是一樣的啊 PTT就是一個 你說BBS 對啊我剛不是說BBS 我甚至剛沒聽懂 沒有BBS不能跟這個分成一類啦 可是以前的大學生不都用這個在聊天嗎 我現在是說大學生們在聊天用的東西是什麼 Nancy在講丟水球那種 啊就是那種 就是學生們之間會用來對話的東西 軟體 那也沒辦法 我沒想到 所以 那Sircon你以前是會有這種煩惱 然後會 就是睡不著 或者是你會想把它記錄下來的人嗎 還是你其實根本不會想這件事 我很少為了弟弟妹妹煩惱欸 我會煩惱我自己的事 我不太會煩惱他們的事 而且我很少會干涉他們的事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很清楚 我唯一一次干涉過我弟弟妹妹的選項是 我弟在選大學志願的時候 從那 從那 不管是那之前或之後 我從來沒有干涉過任何他們的身上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太確定 我那個時候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我爸超級瘋狂恐嚇我 因為我覺得有一部分 這個故事有一點點長 我想一下怎麼把它講很短 反正就是 我自己是念寫程式嘛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是有分析就是說 反正寫程式好找工作啊 而且他的就是平均收入比較高 就是他的high end 跟low income的差距比較不會很大 然後我又沒有對什麼東西有 就是很明顯的興趣偏好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選一個好找工作的那個 然後我後來去念程式之後 就是我慢慢一直有在想說 我那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要選財務 因為反正我的終極目標是要賺錢 那我是不是其實選財務比較對 可是其實這個問題也蠻複雜的 因為高階的財務要嘛你就要真的很厲害 就比方說你可以念一個長春騰的學校回來 那你可能可以做一個就是基金的owner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落到就是 你做一個禮專 每天還要在那邊想賣那些商品要怎麼賣 怎麼推銷之類的 所以其實就是很兩難啦 因為你要是念得好 你說不定去香港做一個基金owner 你超級不好賺錢的 然後我可能 我其實不太確定什麼時候 就是我有跟我弟聊到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他心裡種下了一個印象就是 那個我哥覺得念財務說不定出路會比較好 所以你第一次念財務 沒有沒有我第一次念資訊 他也是他跟跟我的背景一模一樣 然後可是他選大學的時候就一直有想說 那他這樣他是不是要選念財務 可是我爸瘋狂爆反對 我爸就是一個非常喜歡干涉的人 然後我爸就跟我說那個就是 就是你第一次說也會覺得念財務比較有出息 就是因為你這邊亂講 那你要去收拾這個善後 然後 可以呢 其實 其實我也 所以你就被你聽說你不准選財務 你要選資訊這樣 沒有沒有我不是這樣跟他說 我是跟他說就是 我覺得你要念財務其實也蠻好 因為我有很認真的想過 是不是其實如果我今天去念了財務 我的發展會更好 可是同時你要理解念財務 是你必須要更加認真念書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要做到很high end的你的發展 才會真的很好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一個 就寫程式的人就算你寫的不怎麼樣 你的收入其實還是中間偏上的 可是假設你今天要做財務 那你幾乎必定要是top2%的人發展才是會比較好 就是我我主要是告訴他說 我希望我不要誤導你 讓你覺得財務的綜合發展就是比較好 我只是說如果我當初選財務 然後我有機會坐到頂尖的話 說不定我的發展會比較好 然後他聽一聽後來就 那我不要弄我寫程式 他就去寫程式 這是我大概人生唯一一次 有稍微干涉一下 你看你跟他分析了一下吧 但是決定了他自己決定啊 是你覺得有一些影響 對因為我是我的人生選擇 就是不能干涉別人的任何一種選擇 但我也沒有干涉我弟啊 其實我弟的選擇都是他自己做的 我都沒有干涉他 其實說真的 說真的 你能怎麼干涉別人也有限 是啊 其實也有限 但我爸就是很控制狂 我妹要選日文系 他也在那邊 噢不行 不要不要不要講一堆 那你妹後來選了什麼 可是我也覺得我妹 她就選了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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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 我妹當初要是選日文會很慘 可是我就沒有干涉 我就想說 她是真的選一個日文 那也好啊 她就想辦法吧 你說你覺得她選日文會很好 還是很 很慘 我覺得她選日文會很慘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 這是我個人的主觀看法 我覺得她對日文其實沒有興趣 她只是怕說如果她今天選畫畫 選設計 她會 她那個時候有兩個考量的點 一個是說 就是大家都知道 選畫畫選設計 就是只有真正非常top label 這個比財務還嚴重 只有最top label的人才賺到錢 其他人都是工時超高 然後收入超低 然後另外一個因素是說 她有一點怕說 如果她把興趣轉成工作 會抹滅她興趣的熱情這樣子 她有這種struggle 然後所以她想說 那是不是如果我今天做一個日文 那我可以做翻譯啊什麼的 這就是一個 謀生的能力 基本上至少是 對 是一個謀生技能這樣 不會像畫畫感覺 就很容易被派去打雜這樣 可是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她沒有patient的事情 她根本沒有辦法做 以我對她個性的了解 就是會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 沒有堅持 你日文根本就培養不下去 我們上次那一集有剪嗎 我跟你講 我今天下午應該要剪的 然後我想說我要先搜房間 我到現在房間還沒搜完 那你在幹嘛 你又在玩遊戲喔 我打電動打太久 我這四周 你真的是 我這四周都在打電動 我的房間太亂搜不完 你都沒有愧疚 我超愧疚 要是David早就愧疚不行 我愧疚到爆炸 你愧疚到爆炸 可是 我跟你說 我愧疚到爆炸 我還是把每日任務打完 好爽喔 真的每日任務 就是那遊戲每天要完成的喔 哇塞 整個被制約欸 是幾年級啊 小朋友 我大概是 應該是小五吧 我覺得可能只有小三小四 我沒那麼爛吧 我覺得有小五啦 好好笑 好啦 我覺得今天就錄到這裡了 OK 不該 OK 好 拜拜 我要切軌喔 先不要